经过企划的努力 佩纯和佑成不但有机会见到黄紫娇 更受邀到飞碟电台接受节目访问 佩纯兴奋之余 在家中赶工做甜点想要送给偶像 佑成也在妈妈的协助之下 赶到市区与我们会合 准备北上参加电台访问 其实蛮紧张的 你有紧张我还好 但我觉得不真实 我那个时候想说 哇黄紫娇他是一个很知名的主持人 然后我就觉得说 自己可以上他的节目 真的觉得像佑成讲的很不真实 他就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本来就有就是在看他 不管是他主持人活动 或者他自己的个人的平台 或者是什么就稍微都会有浏览一下 对啊 那其实很早之前就有看过他的书 所以就觉得 嗯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紧张 跟怎么想象那个档像 还没死 15 嗯哼 注意吧 对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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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兴奋的自拍在脸书上打卡 殊不知重要级的角色就要登场了 嗨 哈喽 哈喽 你们来了 欢迎欢迎来飞姐电台坐坐坐坐坐 谢谢 待会来节目里面聊聊天 好不好 聊聊天 来看看我们怎么就是做节目 然后把你们的故事让飞姐的听众能够感受到 太有荣幸了 不会不会是我的荣幸啦 你们这个节目这个又又又又受到金钟奖评审的肯定 而且你们的故事一定有很多都让人家很感动的 或是大家需要理解的地方 待会慢慢聊好不好 我自己做的一点小点心 你自己做的点心啊 对 你会做点心啊 对 这是你的兴趣还是你的工作还是什么 我现在是学生 哦 哇 柠檬塔我很喜欢耶 我很喜欢柠檬塔甜点 因为酸酸甜甜的 我现在可以吃吗 可以啊 哇 好来来来吃一下 很棒了耶 这可以去摆摊啊 真的吗 对啊 皮育很好耶 真的不会输给那个什么米其林耶 真的真的 很厉害 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柠檬塔蛋糕之类的 哇 哇 谢谢你啊 嗯 好 那我们就准备进去聊天 好 对 我要怎么带你走 比较安全 我看焦哥 很辣 我觉得最开心的是 他一直称赞我口条很好 跟甜点很好吃 我也很开心耶 因为我没有想到说 自己可以跟这么 就是有名的主持人 就是王子焦 有这样子机会接触 Ot高度的高度的高度里面 就是到之前 对 就是 好好讲一下 OK好 然后实际走到那个 地方前面的时候 角度就是 呃 停 停个一两秒 然后再往前走 OK好 因为真的我们这里有很多 小的门槛这样 好 现在前面哦 就有一个小的 对 对 好 然后再来 暖心的主持人 黄子焦 小心翼翼的 带着两人 走进录音室 同时介绍 电台的环境位置 好 现在前面呢 没有阶梯 但有很多 拖鞋啊 对 对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坎 小小的那个 小心有个坎哦 OK好 准备 准备又要向左转 走啊 走啊 来来来 我们又有一个小小的 好 一个刚刚空分 对对对 就这里 好 小心 OK 欢迎来到飞铁五子棋 这里是飞铁联播王 我是王子焦 在今天 透过大爱电视台 圆梦新舞台的节目呢 今天想让听众朋友呢 听听他们的故事 那这个节目呢 其实有邀请很多 生长者朋友 来做主角 来交谈 今天我们特别把他们 也邀请到飞铁 来跟听众朋友交流交流 视力不变 到底会在成长当中 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甚至是挫折 又成你先说 两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之下 侃侃而谈自己的故事 一点都不胆怯 令人惊艳 看完三分之一的内容 出乎我的预料 两个二十出头的朋友 一个二十一个二十二 谈吐非常非常的大气 而且完全没有胆怯 然后很有自信的分享自己的故事 配准的蛋糕真的很好吃 而且他做DJ条件是非常吻合的 他讲话的逻辑 也没有什么坠词 他的故事也很精彩 所以让我非常惊艳 再次的印证就是说 就是每一个人头顶上都是一片天 不重复的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开花结果的原因跟地方 这两个人实在是前途不可限量 那当然两位呢都非常有正能量 也非常有爱心 还有呢就是佩纯 他其实对于广播是很有兴趣的 先来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 我们挑一首歌 让你来介绍给飞碟的听 飞碟的听众朋友来欣赏 那现在就交给你咯 好 我们现在欢迎飞碟联播网的DJ郑佩纯 哈喽大家好 我是飞碟DJ郑佩纯 今天为大家点播的一首歌 是五月天的最好的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会遇到自己当天的困难 或者是人生中也会遇到自己的困难 可是呢 在每一天找到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你把每一天当最开心的那一天去过 它就会是你生命中最好的那一天 太棒了 来我们听一下歌曲来 你闭上眼 请你闭上眼 问自己 我说平凡日子里面 那一天 他就会名下来 我说平凡日子里面